世界杯就要开打了,日本队也公布了23人名单,小编数一下,23人名单中有14人限效力欧洲顶级或次级联赛俱乐部, 还有一人曾经效力AC米兰本田归佑,也就是说有15人曾经在欧洲俱乐部效力过,我们再看下自己国家队的大名单,除了张玉宁,没有一人现在效力欧洲俱乐部,而且张玉宁在布莱美是连大名单都进不了的球员,不像同样在德甲,日本的武藤佳季,本赛季在德甲上演帽子戏法, 大破勇在科隆四年也打入了15个进球和15助攻,究竟高德成为德甲第一位日本人队长,抛开中日恩怨,我们应该看到中日两国男足球员的区别, 比如前两天才有王申潮比赛偷戴金项链,而国足大多数年薪都是上百万级别的,部分国足在球场上先不说是否既不如人, 那精神力和耐心,就不如日本球员,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个段子,是这么说的,中国顶级足球球员有一个特点,就是喜欢开好车,去空姐和模特,比如射门技术宝受诟病的高林, 妻子王晨是一名模特,防守屡次失误的王上元,女友是艺术学生,冯潮亭的妻子毕业于航空学校,黎冰的妻子是著名歌手甘评, 还有肖战波的妻子刑丹,赵俊哲的妻子刘涛,王栋的妻子金香玉等人都是空姐出身,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大,最大的问题还是上场不好好表现,出攻不出力,以下为日本队,23人名单,门将,川岛永寺梅斯, 东口顺朝大阪钢八,中村航府摆太阳神后卫,常有,又都加拉塔萨雷, 殿叶至张普和红钻,吉田玛叶南安普顿,九景红,树马赛,九景高德汉堡,昌自园路倒路角,远藤行普和红钻, 直田直通路倒路角中场,掌古不成法兰克普,本田回又怕丘卡,钱贵,诗,埃马尔,香川真思多特,山口营大阪樱花, 原口原器柏林赫塔,于左美贵士杜塞尔多夫,柴奇运赫塔菲,大道辽泰川奇前锋,前锋,刚齐深思莱斯特城,大破永也不来美,五藤家记美因此。